暴跌4万多 像我们上班族买车一定要去选择那些性价比高 质量好 并且省油耐造的车型 而一下这四款合资车 它们就是很好的例子 不仅省油耐造 后期的养成成本也是非常的低 就算你现在月薪2000能够买得起 特别是第四款车型 它真的上是真正的性价比之王 是我们消费者买车的不二之选 第一款捷达VA3 现如今捷达已经脱离了大众 但是它的技术还是依然沿用了大众的技术 质量还是一如既往的靠谱 而这款车并没有配备大众的双离合变速箱 匹配的是6AT变速箱 售价也是只有65800到92800 并且还能优惠5000左右 现如今价位只需6万左右就能够入手 并且这款车全系配备的都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搭载无挡手动和6AT变速箱 无论是哪一款质量都非常的不错 如果说家用的话 建议还是考虑它的手动挡比较好 马力112也更省油 油耗能够低至5.7 后期只需927油就可以 无论是在质量 油耗 还有后期的养车成本 都是我们普通家庭能够消费得起的 并且车长只有4米5 轴距2米6 空间方面也还可以 日常通勤的话没有什么问题 对此 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大众桑塔纳 这款车和杰达VA30兄弟车型 三大件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桑塔纳这款车它的知名度更高 俗话说的好 拥有桑塔纳走遍天下都不怕 目前这两款车价位相当也不大 官方起售价87900到12800 中断优惠是在27000左右 它的入门几成型现在只需要6万多左右就能入手 这款车它最大的优点就是皮势耐造 用车成本低 养车成本低 并且非常的省油 保值率高 空调也是特别的动人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做工比较粗糙 噪音有点大 那是非常的难看 如果说你有6万的预算 你会考虑桑达那还是杰达呢 第三款日产轩逸 这款车可是知熟可热的存在呀 销量和口碑都是有目共睹的 始终稳居轿车排行销量榜第一名 再加上现在价位也不贵 性价比比较高 并且非常的省油 质量好 特别适合我们上班族 其售价是在99800到174.9 中断优惠是在25000左右 入门几车型现在只需要74000左右就可以了 相信这个价位也是能够被很多人所接受的 而它的入门几车型搭配的是1.6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匹配的是无挡手动和CVD变得香 质量方面你完全不用担心 并且马力122 稍微弱了那么一些 零百加速时在12秒左右 油耗能够低至6个 这款车空间非常的大 长度达到4米631 轴距2米7 现时间7、8万左右就能够享受这么大的空间 你能想象吗 开出去也非常的有面子 简直是我们上班族的不二之选 如果人人都开这款车 那么我估计修律上就要饿死了 第四款别克英朗 虽然更新换代后的英朗还是使用的老凯越的发动机 但是质量也是非常的稳定 现时间优惠力度也比较大 起售价119900到1259900 终端优惠是在4万多左右 它的入门级带行现在只需要7万多 对于这个价位 很多老百姓也是能够被接受的 同时照款车也是上班族的不二之选 搭配的是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满足家用没有什么问题 马力113 搭配的是6AT变子箱 当然照款变子箱你们一定要注意勤保养 不然的话维修成本特别的高 而它的油耗也是能够低至6个 这都符合我们上班族的要求 超常达到了4米6 轴距2米64 空间方面的表现虽然一般 但是也足够了 所以综合质量 油耗 排量 空间 家位等方面来说 非常适合我们老百姓和上班族作为家用车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这4款车型它们无论是在价格 质量都非常的不错 而且后期的养装成本特别的低 非常适合我们上班族去购买 对此你会入手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